好了,我們做好了這條,就是關於Remainter theorem 當fx是這個,如果它被fx是divisible by x加1 即是說余數是0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選擇 就是f-1是0,因為它被x加除的時候余數是0 所以你計算完之後,代回x-1去化減,解到k是3 然後他就找到當這個功能被x-1去除的時候余數是多少 你已經知道k是3了,就代回它 所以我們會代餘數是f-1 因為它被x-1去除,你計算的餘數就是f-1 f-1是甚麼意思?x變成1 你計算的餘數是2